太阳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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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烙印灵魂神主 好满足 大家下午好 在此间感恩宇宙天地 感恩太阳益胜德导师 感恩佳俊姐 给我这么好的机会 在这个舞台上做小小的分享 其实我在6月10号的时候 也就像你们坐在台下 上了老师的讲座课 因为有太阳 生命从此放光 6月10号 其实是我一个新生命开始的一天 对我来讲非常重要 我坐在台下 感受到这个时长非常地好 感觉到就被祝福 而且也很温馨 那么看到台上这么多好的见证 我就回去好好的把老师的基本 潜就步骤 一二三好好的验到位 其实从小我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环境里 那么整个成长的过程中 我所面对的这个生活的挫折与坎坷 其实都比别的小孩子来得多 所以这一切的情绪都让我造成了很多很多的负能量 而我自己却不知道 直到我长大过后 我以为我期待的可以发生 就是我可以报分的时候到了 可是当我看到现实并不是我想要的 我看到身边的亲人 生病不能看护 我找了很多的办法 所以人家说 什么办法好我就去尝试 因为看到亲人的痛苦 我无法开心 我也无法幸福起来 所以人家说什么方法好我就去尝试 就这么在找这个答案的十多年 我经过无数次的绝望与失望 到后来这些 这些惨识到底有没有把问题解决 并有没有被疗愈呢 其实并没有 直到我向上天修一条路 就是可以利苦得了的路 我总认为人到底你真的没办法看护吗 就在这时候 我把我的素能量 我这些情绪越滚越大 直到影响了我本身自己的家庭和谐 我的情绪变得波动很大 然后特别是对我的先生 他是一位好好先生 可是我却不懂得珍惜 我时常向他发脾气 而且埋怨他 对他要求很高 他所做的一切我都不能接受 直到这二月的时候 我觉得我跟他无法再相处下去 就在这个六月十号 我坐在这里 我听了老师的那首歌 《我们的路》 我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 我觉得那是感动的眼泪 感恩的眼泪 也是开心的眼泪 因为我很确定 这就是我要走的路 我看到的方向 当我好好地练心法 一个月过后 我觉得我自己改变了 我的脾气就这么的不见了 然后思绪很清晰 然后对于一切的看法都非常美好 而渐渐的了 我看到了我的先生 对我的爱 对家庭的付出 为家里付出的一切 我真的很惭愧 我差一点把自己一个美好的家庭给毁了 所以就这样的 通过我们这个实修 在这个六个月里面 我真正的完完整 对人生的看法改变 而以前我找不到的答案 解答不到的问题 都在这六个月的实修里 我的答案被一一的解决 也被解答了 所以其实我相信你们在座的 也面对生活上的问题 今天如果你们想有所改变 你们不法试试老师的这个超级生命密码 因为我已经找到了我的人生方向 很感恩老师的超级生命密码 是这么的简单 生活化 是这么的容易 让我从黑暗中看到光芒 让我从黑暗中向光明大道 谢谢大家 太阳的祝福 标志ان 太阳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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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烙印灵魂深处 好难走